哈喽,大家好,我是有子昂。今天是加拿大时间的9月20号的当天,啊,除了是iPhone发售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的发售,所以我专门请来了我的好朋友PB熊来做客今天的视频。 大家好,我是PB熊,今天我们主要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产品,就是Nintendo Switch Lite,任天堂的便携的主机也是今天发售,以及另外一款游戏也是今天发售,不过今天的主角呢,还是刚刚发售的便携版的任天堂Switch Lite,对,因为老的老板的Switch,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嘛,已经发售了快三年的时间了,你可以把它连到电视上做一个家用机的这样一个功能,但是呢,也可以把它 它当作便携,就是掌机使用,新的这款Switch Lite,它就是一个纯的掌机,而且像以前的Switch上的这个功能,也就是比如说Joy-Con可以拆开,这样的,跟大家分享这样玩,这个功能也都没有,它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纯掌机。OK,那我今天就通过开箱和简单分享一下,来看看这款Nintendo Switch Lite到底什么样子,以及值不值得你现在就考虑要购入,先请PB熊来简单做一个快速的开箱。好,现在先打开啊,然后首先呢, 这包装盒,感觉就是一个掌机的一个包装,因为老板Switch的包装盒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里面要装主机本体啊,要装两个Joy-Con,然后要装Dock,还有装电源线啊,什么之类的各种东西。新版的这个Lite的这个就是包装就小了很多,更像一个掌机的包装啊,重量也轻了很多。今天早上专门去游戏店啊,早上第一时间排队,专门帮P熊买的,买的时候三个颜色都齐全,分别是蓝色黄色跟灰色。 其实黄色的我也定了,我还定了就是Pokemon的那个限定版。对,这就是现在它的机器就是这样,你可以感受一下。 啊,重量非常轻啊,重量非常的轻啊,掌机的感觉。啊,之后的话就是一个说明书,然后电源线,总之应该我相信老板应该也是可以用的。那买双机的朋友就开机了啊,等于这个你就可以多用一个电源,这个电源单独买,在加拿大好像是60还是80多一个一个电源的价格。嗯。然后很快的PP熊给他做了一个基本的开机的设置,我们现在进到游戏的主界面。 请P熊买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Lite到底有哪些外观的变化?首先从外观上的话呢,可以把它看作就是一个老板Switch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缩小板。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摇杆的位置啊,然后开始键,Home键,拍照键,音量键,都完全没有变化。直观的一个就是十字键变化了。原来老板的Switch它是一个就是类似于PlayStation那样的四个方向键,是分离的这样一个设计。 新版的SwitchLite上就回归到了任天堂,可能从红白机时代到包括了,还有就是GameBoy啊,这样一个就是最传统的一个十字键这样一个感觉。这个十字键的这个手感现在有点偏软。我不知道是SwitchLite都有这个情况的吗?还是是因为,还是因为新机器的一个原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背面一个比较明显就是没有支架。 原版的Switch是有支架,你可以放在,对啊,这样你可以这样去使用。但是这个是没有支架,它是一个纯掌机的一个设计。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SD卡的这个原来是放在支架的背后一个小卡槽。现在的话呢是在背面,直接的一个卡槽可以打开,然后放SD卡这样。 嗯,外观上我觉得,就是一个整体,Switch一个整体的一个缩小板,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长度,宽度,厚度,重量,都轻了很多。 夸张的讲,轻了一半不止。天壤之别,对啊,轻了一半不止。应该就是一瓶水和半瓶水的一个这样一个区别。这个真的轻很多。对,在重量和体积上的一个变化。 实物的观感还很好,就是看上去并不是完全的只有一种廉价的塑料感。它的颜色和整体的做工,令我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今天还专门带来了其他的掌机。比如说PSVita。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款索尼的一个掌机。 然后基本上就是全面大了一圈,比PSVita要薄,然后比它要高一点点,然后长一点点,基本上就是这样了。然后当然重量其实也差不多。我觉得。 我觉得Vita可能重一点。Vita可能稍微重一点。比如我刚才带了PSP。 比PSP大很多了。大很多很多很多。对。掌机的进化。对。当然这款从重量和外观上来讲,我觉得更像一个掌机。 然后更便携。从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从便携性来讲,是比老板的Switch来讲,是进化了很多。 2DS。对。这个是2DS的LARGE这个版本。我拿来它对比的话,其实体型没有可比性。但是外观上来讲,这两者我感觉可能更接近。包括质感。 那还有就是这种,包括重量。风格我感觉更接近。所以可以看来说,这次任天堂就真的是回归掌机的一种风格和路线。 那其实外观就简单讲到这里,也没有太多可以聊的。其实今天我跟PP兄代表两类用户。老玩家和为新手多着想一点,多考虑一点的。 因为今天身份也是这样,他是第一时间购买,还买了好几款颜色。我第一时间还处于观望,要考虑要不要送机。 所以从咱俩不同的角度去分享一下这个机器的优点和缺点。 友藏老师他也是一个游戏玩家。但是他可能,相比起我来讲,可能没有那么的,对任天堂来讲,没有那么深的这种感情。 所以其实我的很多观点可能不是特别的有代表性。所以我们可能代表两种不同的观点。 那么我自己的感觉,首先我觉得它的优点,首先就是便携。这是我觉得最明显的一点。 它适合哪些玩家去,适合哪些人去入手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你现在还没有入手Switch的这样一个情况。 一直观望一个阶段。如果你现在去买老版的,主机版的话,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有可能大家期望的那样,就是再过两年三年,可能遇到一个换代。 而任天堂的掌机的通常来讲,它的产品期都会比较长的。 其实我大胆的预言,就是这款机器,在它的生命周期,可能还会再进行至少两次的一个变革。 比如说第一次可能会随着老版的Switch的一个功能升级。 就真的是机能升级,让它变成一个Switch Lite的一个加强版。 Pro之类的。 第二次可能会像任天堂惯用的,它可能还会在机能体积全面的一个缩小版。 也可能会最终缩到我们屏幕这个大小都有可能了。 而且Switch Lite是可以玩几乎所有的Switch的游戏。 当然有个别几款,比如说像马里奥派对之类的这些, 可能是必须要一定是在有JoinCon,在主机电视上才可以玩。 多P这种。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入手Switch,非常建议你推荐,建议你买这个。 所以比比方推荐的第一类人士,你还没有踏入到NS,您在Switch的家族的话,很适合第一台购买。 第二种类型的玩家,其实就比如说像我自己了。 已经人到了中年,然后有很多的一些各种工作,家庭,孩子的事情,然后自己的时间很少。 你像我现在,即使是周末而有时间,我也不一定会真的是坐在电视前, 有这么一个完整的几个小时时间去玩一款大作。 我更多的时间还是在碎片的时间去玩掌机。 你像我的Switch入手两年多快三年了,然后我可能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电视上玩。 我大量90%的时间都是在掌机上玩。 所以我对掌机的需求来讲是很大的。 然后我就需要一款更轻便,专门是掌机功能的这样一款机器。 我倒觉得不一定是中年的用户才有,年轻的用户也有这个问题。 他电视抢不过来,家长可能占据了电视。 我自己的打击空间里面不存在一台电视。 但是非常喜欢用掌机的模式来游戏。 其实还有你像比如说现在很多的新一代的, 比如说我们指的是2000年以后, 甚至可能2000,像我们的孩子这个年龄。 他们的成长环境可能离主机稍微远一些。 他们的成长是iPad。 手机最多,平板最多。 所以对他们来讲便携设备的依赖度可能会更高。 第三种就是你有双击的需求。 你真的有双击的需求。 比如说就像我们说你家里有孩子, 你可以跟他两个人一人一个, 一人一个。 然后比如说玩马里奥赛车, 玩Pokemon之类的。 或者是跟你的女朋友, 两个人一起在玩一些游戏这样的。 或者包括你自己, 你希望在家里有一个。 然后经常出门,坐飞机, 然后再带一个。 我儿子就经常喊着我, 让我跟他一起玩, 堡垒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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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能我们马上就开始进行到这样一个阶段了。 所以这三种是PP熊归纳出来, 比较适合Rulite的用户。 对。 有没有感受之后觉得看到食物, 你还是觉得有一些不足和缺点的地方? 不足的方面了。 我的最直观的感受, 第一点就是由于整体的变小, 屏幕也变小。 屏幕变小带来的话,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系统上的一些字体也都变小。 这个有可能是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现在在玩一些游戏, 文字量比较大的。 比如说现在的火焰之文章, 还有今年要发售的巫师3。 因为巫师3原来在PS4主机版的字体就很小, 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种游戏有可能在阅读上会比较累。 第一个问题,请大家留意一下。 其他有什么缺点呢? 对。 那么第二点, 它的机能和现在整体的这些东西, 跟原来的Switch都是一样的。 玩游戏也都一样。 所以原来的Switch上玩的游戏出现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游戏丢针, 读取时间过长。 在这款机器上同样会发生。 玩家不要有太高的期待就对了。 那么第三点, 这是一个掌机。 我相信任天堂的掌机它会今后出十几二十几种颜色, 都会有。 你会不停的可能会买好几种好几种好几个机器在家里。 这个它是掌机的一个便利的程度, 你可以去很容易的更换。 与之对应的就是如果比如说你的某一个部件, 摇杆,按键,十字键, 包括屏幕上某一个地方出现了故障的话, 那这个机器很可能就寿命就很难讲了。 它不像这个, 我可以取走JoyCon, 我买一堆新的就好了。 因为老板的Switch是有JoyCon, 是有一些这种问题的。 特别说一下, 早上我去帮PPO买这台蓝色的Lite的时候, EB Games服务人还说, 建议你考虑一下购买一到两年的一个盐宝,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代, 前一代有摇杆偏移的飘离的问题, 说我们不能确保您的产品, 二代会不会出这个, Lite会不会出这个问题。 如果出的话, 你买了盐宝, 会可以方便你去整机的更换。 如果没有买盐宝的话, 出了问题, 那可能就真的是PP熊讲的一种悲剧, 你整机就不得不面临要再多掏钱去处理这些问题了。 对,还是看你自己了, 因为我是一定会有很多台这个机器, 所以我是不会买这个, 对我来, 那就换一台了。 前面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它的推荐人群和我们认为可能一些不足的地方, 最后我想再为新手谋一点福利, 就是有没有特别适合这台主机玩的游戏, 咱们俩可以推荐一些给新手的朋友。 可以啊, 不然你先说了, 我先来啊, 那我就先抢了啊, 我一定会先推荐跟NS首发出的游戏, 就是塞尔达荒野之息, 这个游戏呢, 会让你买来了指挥每一分的票价, 连同主机一块指挥票价, 因为可以在庞大的世界里边, 消耗你上百, 甚至不夸张的来讲, 上千小时的游戏时间, 非常的适合在掌机上, 来不断的的让你的塞尔达越来越强大, 和在更大的世界进行冒险, No.1推荐的游戏? 我推荐的话, 那么同样也是塞尔达传说游戏了, 就是今天发售的梦见岛, 这款游戏是老的塞尔达传说梦见岛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复刻, 对, 这款游戏在塞尔达传说粉丝的心中有很高的地位, 它是很独特的一款作品,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的优点我就不多说了, 就是任天堂把这款游戏的发售日跟新的Light放在同一天, 他并没有说我们这个是新主机首的发布, 但是这是我的一个新机器的上市, 他在暗示这是新机器上市的一个首发游戏, 要不然他干嘛不前几天发? 对, 所以他还是,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会关注这款作品, 对, 你要记得上一次NS首发游戏的时候, 搭载的是哪一款? 就是我刚刚讲的塞尔达红野之系, 同时也上次就已经非常强大的验证了那款游戏的手法, 简直就是旧事主一般的存在, 对, 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 我来一款, 我来一款我推荐一个我们一家老小都爱玩的游戏, 叫做马利奥奥德赛, 这个是如果你是马利奥系列的粉丝, 同时又喜欢3D的马利奥的游戏方式的话, 是非常适合在3D的世界里面遨游和体验ACT, 也就是动作游戏快感的一款游戏, 同时它的游戏世界非常的庞大, 以及它的游戏的收集要素极其的丰富, 所以应该也是可以秒杀掉你百余小时的游戏世界的一款游戏。 对啊, 那么如果要是马利奥的话, 任天堂的平台一定要有马利奥的游戏嘛, 那么我就要推荐一款马利奥赛车, 马车啊, 马车啊, 这款游戏呢可以说是因为我们Switch Lite是掌机嘛, 然后马车是任天堂掌机的一直以示, 属于一个王者地位的一款游戏, 对, 然后这款游戏会让你, 就是真的会有那种你拿着你的Switch到处走, 然后走到哪儿, 玩到哪儿那种感觉, 然后你可能很快会再买一台机器, 再买一个游戏, 然后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玩, 一言不合就飙车的一款游戏, 刚推荐的几款都是大作啊, 也没逃离任家的这个这个圈子, 对, 我们应该走点就是稍微小众一点的路线嘛, 我要推荐一款我最近正在玩的游戏, 非常沉迷, 叫做, 是一款下载游戏啊, 大家直接在eShop就能买到, 叫做Dead Cell, 死亡细胞, 一个小厂制作的, 但是在多个平台, 非常成效, 很多的玩家非常喜欢那款ACT游戏, 小众的厂商制作, 但是打击感超级的爽快, 以及地图是随机生成, 带给你每一局都有不同的新鲜感, 同时呢, 反复挑战的动力也非常的强大, 所以叫做Dead Cell, 非常好玩, 我最近非常沉迷, 有半小时15分钟时间, 我一定是在玩Dead Cell, 这是我要推荐的一款下载游戏, 那么既然也是下载游戏的话, 那么我就同样也推荐一个eShop发布的, 就是插杯头, 我个人最爱的一款下载游戏, 然后它以前是在微软的Xbox平台上发布嘛, 然后后来去年的时候, 由于微软和任天堂之间的一些不可告人的一些事情, 它现在也在Switch平台上也发布了, 非常非常好的一款游戏, 复古的卡通的那种画风的那种作品, 然后难度非常高, 也是一款2D的, 然后有很强的平台元素和设计的这种各种元素, 难度很高, 但是它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关卡都非常的短小, 可能你用很多的, 比如说你有些时间5分钟10分钟, 你就可以玩一关或者玩一个boss战这样子, 随时拿车随时玩, 我个人非常推荐, 非常喜欢游戏的风格, 还是很多人会怀旧喜欢的60年代卡通电视片的那个风格, 喜欢的人还会要花钱买到周边的, OK, 那今天我们推荐这一款游戏, 我相信够你light玩上不夸张的讲两年三年啊, 主机没玩坏, 我估计都够你玩一会儿的了, 还有很多很多, 今年年底新发售的这个pokémon, 对啊, 然后明年还有任天堂的另外一个看家作品, 动物之森, 对啊, 之后还有包括像这个勇者斗恶龙啊, 然后还有就是像什么明年, 还有发布塞尔荒野之息的续作, 你先好好玩塞尔, 因为明年还要出塞尔荒野之息的续作, 对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坑啊, 如果你挑到light里边了, 你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 好啊,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特别的开心请pp熊过来, 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在9月20号啊, light首发的当天分享了一下light的相关的情况, 以及推荐了一些游戏, 如果大家喜欢pp熊分享的内容呢, 请在留言里边告诉我们, 我们有机会去多邀请pp熊来做客,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这个友藏老师的个人频道, 还要请大家多多支持集合网,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 祝大家打击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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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